花好月圆人长寿的日子 再提醒各位一定要重视体检 尤其对于肺癌的高危人群 每年一定要做一次低剂量的螺旋CT检查 来找发现问题 找处理取得好的治疗效果 那么什么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呢 以下这四种情况 就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 当然最基本的是年龄 如果您年龄大于40岁或者45岁以上 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第一个必须的就是年龄要大于40岁或45岁 以下四个条件之一 就是肺癌高危人群 第一个条件就是长期抽烟死 大于400年之 有一个换算的公式 比如说你抽了烟抽烟了20年 每天抽一包烟就是400年之 所以即使你戒烟了 你抽了20年每天抽一包烟 或者你抽了10年 但每天抽两包烟 都是这个重度吸烟者 所以你大过40岁了 大过45岁了 每年都要做一次CT 第二个就是以前得过肺病的人 比如说得过肺结核 哮喘 老曼兹等等得过肺病的人 因为你的肺受过损伤 你的这个本底有缺憾 有缺陷 容易长肿瘤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有家族死的 就是你的三代血亲里面 有血缘关系的亲戚里面 有人得过肺癌 或者有人得过肿瘤 这也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第四个就是特殊的工作环境 比较明确的就是在东矿里面工作的工人 有一种矿工 采矿是东矿 这个是被科学证据证明 东矿有辐射 但是现代可能工业呀 装修建筑啊 也有很多辐射的环境 因此40岁以上的人 具备这四项条件 其中的一个 每年都要做一个低剂量螺旋CT的检查 来找发现问题 在此也祝愿各位了 龙年大吉 行的一年呢 龙年行大运 行运一条龙 那么身体龙马精神 龙筋虎胆 健健康康